净资产收益率啊 出于净资产收益率 这一块就能出一个单选吧 就杜邦分析体系 以什么为核心指标 以净资产收益率 以哪两个为两个方面呀 以总资产净利率和权益陈述 为两个方面 都圈一下啊 这个重点啊 重点的揭示的是什么呢 揭示的企业获利能力 及权益陈述 对什么的影响 净资产收益的影响啊 以及各相关指标 之间的相互重要关系啊 这一段话呢 就比较重要 像13年在这块就出了多选啊 15年呢 出了这单选 一般呢 是以文字体啊 那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题目吧 就看到13年呢 杜邦分析体系问正确的 我们看一下 通过杜邦分析体系 能发现企业资本的变中趋势 刚才有没有说这块啊 没有吧 杜邦分析体系 杜邦分析利用财务比率的内在联系 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综合评价 右吧 那选上啊 杜邦分析将若干财务 完整的指标体系 这右吧 形成一个完整的指标体系啊 D杜邦分析进资上 这个也正确吧 刚才说到了 进资上收益率为核心指标 E对不对啊 刚才咱们说到是 盈利吧 盈利能力啊 反应盈利能力的 好 那么这个选项呢 就是 BCD啊 我们看到17年的这个题 就是去年刚恐怖的啊 比较有意思 海毛企业 16年实现的进利润为1000万元 销售收入乱为1万万元 总投资收益率为0.8 权益承受为1.5 不考虑其他因素 问进资上收益率是多少 这个题 看就考到了这个图啊 考到这图 看你综合的怎么样了啊 首先说 净资产收益率 净资产收益率 我们知道是什么比什么量 净利润比上净资产吧 对吧 净利润 比上净资产啊 净利润知道不知道 净资产告诉你了 1000万元 好 这是1000 咱们知道了 对吧 那么净资产是多少呢 净资产知道吗 不清楚是吧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 怎么算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啊 这个图净资产收益率 它是等于总资产净利率 乘上 中间乘的关系啊 乘以权益乘数 其干中告诉你的权益乘数 1.5 是吧 权益乘数1.5 那么总资产净利率 咱们要知道啊 你乘以权益乘数 不是净资产收益率吗 是不是啊 好 那么 总资产净利率 咱们又怎么求呢 总资产净利率 就等于销售的净利率 乘以总资产周转率 是吧 总资产周转率 等于销售收入 除以资产总额 资产总额 咱们知道吗 不知道 提干中没告诉你 对吧 好 咱们考一下 因为总资产净利率 咱们能不能算啊 总资产净利率 净利率 净利润比上总资产 如果咱们总资产要是知道 你提干中又有净利润了 对吧 这个是我们是知道的 你如果是知道总资产 我就总资产净利率 我就知道了 那么从一权益群权益乘数 不就净资产收益率吗 对吧 我算不出来总资产吗 能算出来吗 好 看到总资产周转率 提干中知道 0.8吧 这个是知道的 对吧 好 销售收入也告诉你了 是1万万元吧 好 现在我是不是有点眉目了 我用销售收入 除以总资产周转率 是不是就资产总额 我用销售收入 你销售收入除以资产总额 不就是总资产周转率吗 我用销售收入除以总资产周转率 就算出来了资产总额吧 我把资产总额算出来之后 我不就知道了 总资产净利率吗 对不对 我这一项就知道了吧 这一项知道之后 我就诚意权益陈数 不就净资产收益率吗 好 眉目出来了 看到 现在就能算了吧 你看 总资产净率 等于 一万吧 这是净 利润 对吧 比上总资产 用这个一万除以0.8 算的是资产总额吧 好 资产总额知道 总资产净利率 就算出来了 对吧 总资产净利率乘以 权益乘做1.5 算出来了 净资产收益率 好 思路清晰了没有 那么你就把净资产收益率 算出来 12%就选择了C 有同学说 我不想这么算 我用左边的这种关系 能不能算呢 来调一下 这个颜色 左边呢 其实也能算 你看题目中告诉你了净利润吧 是吧 也告诉你了销售收入吧 那么销售净利润 是不是就净利润率 销售净利率就知道了吧 这个能算出来 对吧 我用 一千 比上 一万 对不对 那么算出来销售净利润吧 销售净利润 我知道之后 我乘以 总资产周转率 0.8 是不是就把总资产净利润算出来了 总资产净利润 你再乘以权益乘数 1.5 不也算出来了净资产收益率吗 看着一步一步的也能算得出来啊 这样也行 你看你无论拿这种方法吧 反正都得倒一次对吧 往这倒一次啊 就是相对来说还是叫中和啊 不是你一下子就得出来结果的啊 你看这个题吧 你图还得要清楚啊 要不你要不清楚的话 你这个题目可能也做不出来 好 这是关于财务分析这块的啊 下面我们就看到筹资管理啊 筹资管理这块 筹资管理呢 他这块内容呢 分值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啊 也是四分左右 筹资管理呢 筹资管理呢 它是属于财务管理这块的内容了啊 首先呢我们就 考虑一下啊 就先了解一下筹资 他的一个成本 包括哪些 看到140页 140页的啊 筹资的成本 了解一下概念啊 怎么指资金成本 资金成本是指企业为筹措啊 和使用资金 而付出的代价 是资金使用者啊 向资金所有者和中介机构支付的占用费 和筹集的费用 看包括两部分啊 一个是资金的占用费 还一个是筹集的费用 这两块 什么是资金的占用费呢 你向银行借款啊 你要向银行支付利息 他就是 占用费啊 资金啊 你这个利息就是资金的占用费 那么你借款的时候有一笔手续费 借款的手续费 这种手续费呢 他就属于筹集费啊 就属于筹集费 我们来看一下筹集费有哪些啊 是指筹集过程中支付的各项费用 如银行的借款手续费 发行债券支付的印刷费 代理发行费 律师费 公正费 广告费啊 包括这些 说到这个资金成本 其实咱们也不是第一次见了啊 还记得咱们前面 是不是也提到过资金成本啊 是在哪学的还记得吗 在前面咱们学到技术方案的经济效果评价里面 哪一个 的确定啊 哪一个的测定啊 基准收益率啊 基准就是爱飞 它的一个测定 要考虑四个层次啊 考虑四个层次国家的行业境外的和自行测定的 对吧 那自行测定的呢 它又有几个方面啊 资金成本啊 机会成本啊 风险和通货膨胀吧 对吧 那里面的资金成本 里面他也提到过 利息啊 手续费啊 这个已经是第二次出现了啊 资金成本 我们就来看一下资金成本率是怎么计算的啊 看到2071-1资金成本率是资金的占用费比上投资的定额啊 所以上面的资金的占用费你要考虑到所得税 考虑到所得税的啊 下面的分母呢是金额啊 不是总额 金额怎么算呢 它是筹资的总额减去筹资费啊 减去你筹资的费 筹资费 告诉你的筹资费费率 那么你就用筹资总额乘以 括号一减去筹资费费率啊 筹资费率 那么资金成本啊 它有哪些作用 我们了解一下啊 作用呢是教材的一二三啊 三个方面啊 那假如来说给你几个方案 让你选择你作为筹资决策者 你应该选择哪一个方案 假如来说ABCD啊 资金成本率 如果直接告诉你的话 你就直接就进行选择了 对吧 你应该选择资金成本啊 最低的啊筹资方式 一般的呢 它是要求你要算一下的啊 算一下你要选择 你算的那个资金成本最低的 那一个筹资方式啊 第二个呢是通常 将资金成本 将资金成本率 业绩欠加需要改善 经营管理啊 这是关于它的作用这块 大家呢就了解一下 下面呢就是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计算啊 考评非常之多啊 就基本上每年都会考 看到这个资金成本率 它的一个计算 我们就直接看例题了啊 就是有一个公司啊 A公司从银行取得一笔长期的借款 一千万元 手续费呢是0.1% 年利率呢是5% 每年节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 企业所的税率呢是25% 但这笔借款的资金成本率是多少 那么你怎么算呢 刚才你还是利用刚才的那个 2071-1啊 资金成本率等于资金占用费啊 单指上是资金占用费 资金占用费咱们说它是利息吧 但是你要考虑到这个利息可以少交税 减税效应啊 你要乘以1减去25%啊 所以一千乘以5%算的利息 考虑到减税效应乘以1减25% 这是分子啊 分母上呢是筹资金额 筹资金额你要把手续费给扣掉吧 对吧 那么长期借款的是一千万元 你要乘以括号一减去手续费费率 0.1%吧 这是筹资的金额吧 好 资金占用费比上筹资金额 算出来的就是资金成本率吧 好 应该是3.75%啊 这个是算的是个别资金成本率啊 通常咱们考题呢 也就跟这个例题差不多啊 基本上就是一个模子下来的 有时候呢他都会说借款几年 有时候说三年或者五年 那么你算的 你注意还是这么算啊 资金成本率是算的是一年的啊 就年化了 就一年的资金成本率 你别受他三年五年的影响 好 这个关于个别资金成本率 那么综合资金成本率他又是怎么计算的呢 中国资金成本率呢 他是用每一个资金啊 他的成本率 用每个资金的成本率乘以这块资金 他所占全部资金的比重啊 最后把他们再求和啊就可以了 我们看书上是怎么说的啊 中国资金成本呢 是对各种个别资金成本进行加权平均而得的结果啊 因此呢也称为加权平均资金成本 他是以个别资金成本为基数 以各种来源资金占全部资金的比重为全数 计算各种方式筹集的全部长期资金的总成本 看读着也是有点绕是吧 那么你就直接看这个立体吧 直接看立体啊 相对来说还比较好理解些 看到A公司啊 现有长期资本等总额是一万万元 其中长期借款的是两千万元 长期债券的是五千 普通股的是三千万元 你看加一块就是一万是吧 各种长期资金成本率呢是百分之五百分之六百分之十 哎人家就直接告诉你这个资金成本率了 是吧 你相对来说还比较简单啊 就不用你再去一一的去算了 告诉你了长期资金成本率之后呢 你要用各自的啊 就他们各自的资金成本率乘以这块资金啊 所占的资金总额的比重 你例如题目中他不是告诉你长期借款的资金成本率是百分之五吧 对吧长期借款的资金 我用红色啊 长期借款的啊 长期借款的资金成本率不是百分之五吗 然后你看一下长期借款 是两千万元吗是这笔资金吗 长期借款两千他占资产总额的是多少呢 资产总额是一万万元对吧 比上一万 然后加上 然后加上 该是长期借券了吧 长期借券是不是百分之六啊 对吧个别资金成本率啊 这百分之六 然后你看一下长期借券 这五千万元吧 对吧 比上资产总额还是一万吧 好 然后你再加上 下面的是普通股 三千是吧 他的资金成本率呢是 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 乘以多少啊 刚才说了三千是吧 然后除以一万 好就这么算的啊 你思路清楚 也不用非得进到公式 你看公式 记得啊 反而还没有直接看那个利息 清楚啊 好思路就是这样的 咱们教材呢是分了两步是吧 就是先把这个每个资金 他占全部资金的比率给算出来 就先把这一块都先算出来 之后 然后又乘以各自的各自的这个个别资金成本啊 给算出来的一个价券平均求和的啊 好 这个是综合资金成本率的算法 我们不妨来看几个题吧 那资金成本属于资金占用费的 资金占用费 他就是什么利息都属于资金占用费吧 对吧 那么就第一啊 你看ABC他都水什么呀 筹资费是吧 好看到16年的就是资金成本率一个计算 这里面就有干扰了说三年 有同学就说了 你这三年是不是我利息要乘以三呀 不是啊 人家五年你还难道还乘以五吗 咱们资金成本就算了一年的啊 你注意不要受他这个条件的干扰啊 他每年年末支付 利息啊并支付到期一次版本 这个条件都是一样的啊 那么你列四个就列吧 三千乘以什么呀 他利率多少呀 分子资金占用费啊 百分之六吧 然后你要考虑到减税 百分之一减二十五吧 好分母是多少 三千 乘以 筹资金额呀 一减据百分之零点五 对吧 好资金占用费比方筹资金额啊 这你算熟练之后 其实你这个三千你就不再写的 是不是啊 你熟练之后啊 你直接这一块你算的结果 跟那都一样的啊 但是你这个写到三千 其实是为了你理解 他的一个概念啊 算出来结果就可以啊 好看到一三年的题 一三年的题是不一样的呀 他只是告诉你的期限是五年 是不是啊 其他条案是不是都一样啊 我们就不再列了啊 好看到一四年了 一四年就是让你选的方案了 有四个银行 然后让你选看哪个银行里面贷款 就甲一秉丁四个银行啊 思路是不是一样 思路 是不是把个别资金成本 甲银行的个别资金成本给算是吧 甲银行个别资金成本怎么算 两千乘以7% 乘以1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吧 是吧 然后比上 筹资金额多少两千乘以一减去手续费吧 我就直接一减百零点一了 对吧 我这两千我都没写啊 好 那么一的是不是同样的这样列式的 比上丁的 都是一样的 列出来四个啊 试着你自己也列一下方法就是这样的啊 个别资金成本你算出来 然后资金成本率上出来之后 你看这个是已经算出了啊 算直接给你数了啊 这是要求你自己算的 你看哪一个是最低你就从哪个银行来进行债款 你看哎 是不是比那最低啊 那么你就选择丁银行啊 丁银行是 是吧 这选择啊 对于这种题呢 你就熟练一下 就快一些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15年的啊 15年的就考察了这个综合资金成本和个别资金成本这两块的内容 相对来说就比较中和啊 我们看一下 有两种筹资方式 一种呢是借款的一种是债券啊 借款的呢是三千万元啊 长期债券呢是两千万元 那总的是不是就五千万元啊 对吧 一个是占百分之五分之三就占百分之六十 对吧 一个占百分之二 五分之二百分之四十 是不是啊 好 就是他长期借款占资产总额的啊 占借呃 筹策资金总额的百分之六十啊 我们看一下三千 乘以百分之六 是吧 然后乘以啊 一减去百分之五了 是吧 手续费是多少啊 三千 乘以一减去百分之二 这是筹资的金额吧 对吧 筹资的总额扣到手续费啊 好 这是长期借款的吧 是吧 好 那么长期债券的呢 长期债券的啊 试着列一下啊 长期债券的呢 是两千 乘以百分之六两五 是吧 乘以一减去百分之二十五 减税啊 然后 两千 乘以 手续费 减掉啊 减去一百 减去百分之一点五 对吧 这是长期债券的啊 好 你算出来结果 长期借款的资金成本率应该是百分之四点五九啊 长期债券的应该是百分之四点九五啊 对吧 算了之后应该是这样的啊 那么你AB都是正确的啊 这个题目有点坑 就是你ABC呢 你都在算法算完了啊 C不用算 C是直接看的 是吧 两种筹座资金都属于债务资金成本 这个正确啊 但你AB两个个月资金成本你都得算一下嘛 就相对来说 嗯 算完了之后 你要算到最后一步啊 综合资金成本率 综合资金成本率就是按你刚才的咱们 这个借款的是百分之四点五九是吧 借款资金成本率是百分之四点五九 借款的是占百分之六十啊 百分之四点五九啊 四点五九 乘以百分之六十加上百分之四点九五 这是长期债券的吧 四点九五乘以百分之四十 然后加全平均啊 你算出来一个结果 这个算出来结果呢 给这个D答案呢是不一致的啊 应该是百分之四点七三 你算出来 是否 所以人家让选错的 你就选择的是D啊 好 这是一五年的体 考察了两个指示点啊 你七年的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了啊 就是直接的让你 是吧 给力气一致的啊 好 还有一个题目 除了刚才那个计算的啊 还有一个就是 考察的 文字类似的啊 文字类型的啊 文字类型的 是在资金成本中这块进行考察的 我们来看一下 他告诉你呢 16年综合资金成本呢是百分之十二 全部投资 收益率呢是百分之八 17年呢 最低的投资收益 预计为百分之十啊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为资金成本说法正确的 看A选项 16年的全部投资收益率低于综合资金成本 说明 经营业绩欠佳 要改善经营 全部投资的收益率啊 低于 综合的资金成本 说明业绩欠佳需要改善经营 就A选项是正确的啊 也就是说咱们刚才的141 刚才让大家也提到过啊 也滑了一下 资金成本还可用作 衡量企业经营业绩的尺度 即全部投资的利润率 应该高于啊资金成本 如果要是低于的话 就说明这个经营业绩欠佳啊 改善经营这个和书上的那句话呢 是符合的啊 是符合的 A选项呢是正确的啊 咱们看一下B 全部投资收益率低于综合资金成本 声明企业当年一定亏损 这个就是一定亏损 这个我们是不能确定啊 因为你这个综合全部投资的收益率啊 低于中 中和的资金成本 因为你也不清楚 他这个质有资金 和 投措的资金一个比例啊 你并不能说明他就是一定的是亏损的啊 看C选项 你投资项目最低收益率低于资金成本 从资金成本的角度 角度考虑呢 应该不易投资 这个是正确啊 也就是说和咱们 教材啊 作用里面的第二个啊 你如果说低于资金成本的话 你从这个资金成本的角度来说呢 应该是不适宜投资的啊 上D 你投资项目应选择满足资金需求且资金成本最低的 这个作用里面的第一个吧 应该选择资金成本低的啊 满足资金要求且资金成本最低的投资方式 逆选项 16年综合资金成本的12% 说明企业应支付的借款和债券的利率为12% 这个能说明吗 综合资金成本咱们是怎样的一个概念 是个别资金成本 各种这个个别资金成本进行加权平均啊 你得出来的一个结果吧 对吧 你并不能说明啊 这个支付借款的以及债券的利率 他都是12% 并不能说明这啊 是一个加权平均的结果啊 好那么当然正确的答案呢就是ACD啊 好这是关于 资金成本的这块啊 他的考点呢 也相对来说比较明确啊 那资金成本的这个概念 还有就是他的计算啊 计算呢是考评特别高啊 大家一定要掌握的 下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 短期投资啊 短期投资的特点及方式 短期投资呢 是一年以内啊 那么短期负债投资它有哪些特点呢 我们看一下 教材142元啊 这个呢四个点啊 速度快弹性好 成本低 风险高 这四点啊 通常呢作为多选题啊 像一一年一五年呢 在这块呢就出的 多选啊 这是他的特点 那么短期投资它有哪些方式 常运的方式呢有两个 商业信用和短期借款啊 画一下啊 短期负债投资最常用的方式 商业信用和短期借款 什么是商业信用呢 商业信用说明是企业之间的啊 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这种借贷关系 而短期借款呢 是像银行啊 或者是 其他的那种 金融机构啊 的借款 既然是短期的 都应该是少于一年的吧 对吧 那商业信用它有哪些方式呢 有哪些形式呢 看到下面的一站段啊 后面啊 句话的后面啊 商业信用的具体形式有 一应付账款 二应付票据 三应付预收账款啊 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预收账款 应付预收 是负账吧 对吧 搞清楚啊 这一块呢 它这个形式它也是能出题的啊 好下面我们就看一下 一应付账款这里面的 这里面呢 是有一个计算的啊 在13年14年是 考过的啊 17年虽然它没有考 这个计算 没有直接的考这个公式 但是它是 考了其中的 一个含义啊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例题啊 例题 102072 这个例题 一个企业呢 按 2-10 N-30的条件 购入 货款20万元啊 如果该企业在10天内付款 便享受了10天内的免费 信用期 并获得了折扣 0.4 这0.4怎么来呢 是20乘以2万元 免费信用额呢 是19.6万元 要考虑一下它这个 2-10N-30什么意思啊 2-10N-30 比如说这个 企业啊 如果 在10天以内啊 付款的话 可以获得 这个2呢 其实是2%啊 10天内付款呢 它可以 获得2%的一个折扣 这2%是多少呢 你这个货款本来是20万 对吧 你乘以2% 是0.4万元 10天内付款 你可以有这个折扣 你可以少付啊 0.4万元 那么实际你支付多少就可以了呀 你本来是20的对吧 你只需要支付 原本是20万元吗 那么你只需要支付 19.6万元就可以了 是吧 这是10天内付款的 如果你10天之后 也就是说你11天 是30天付款的话 那么你就享受不了这种折扣了 对吧 等于是你成本呢 就增加了啊 成本就增加了 刚才说10天内付款 你可以享受到这种折扣 对吧 如果你10天之后啊 11天到30天付款的呢 你就享受不了 这种折扣 相当于你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这代价呢 就2% 比上98%啊 你享受不了这种折扣 你成本呢 等于是要增加啊 要增加了2% 比上98% 这是10天之后付款的啊 那么这是一次的 那么你一年呢 一年你是按360天进行计算的啊 咱们会计里面啊 财务会计的按360天进行计算的 那么你看这一年里面 你有多少个啊 你11到30有20天啊 有多少个这个 30减去10啊 有多少个这个20 就一共有多少次啊 那么你算出来的这个结果 他教权是36.7%啊 这就是他放弃现金折扣的一个成本 好 这是关于放弃现金折扣成本啊 这里面呢有一些概念啊 你看这个立体的上面 上面的一字案段 区号的后面啊 应付账款可以分为 免费信用 有代价信用 展期信用啊 免费信用就是说 这个买方企业在规定的折扣内 可以享受折扣而获得的信用 说明这个免费信用 你不仅有信用 而且你还是能享用一定要折扣的 对吧 要说你这个10天之内付款 你能够获得2%的折扣啊 这10天就属于免费信用 对吧 那有代价信用是指什么呢 有代价信用是指买方企业放弃折扣 付出代价而获得的信用 就是你11天到第30天付款 他就属于有代价的信用 你没有这种折扣了 但是呢你还是属于有信用的 你信用其实30天啊对吧 你是属于有信用但是没有折扣 享受不了这种折扣了啊 攒期信用呢就是你超过信用 超过30天之后你再付款强制而获得的信用 也可以说你是耍赖获得的信用 是吧 好这是关于免费信用有代价信用于攒期信用啊 好这是应付账款的这块 下面你看一下应付票据啊 应付票据呢它分为商业成对汇票和银行成对两种 它的期限啊支付期最长不超过几个月 六个月啊 注意一下 那关于预收账款这一块 你就 没啥要去的啊 第三个就是预收账款 翻过来短期借款这块 刚才说到短期借款呢 它是向银行和其他非银行机构 介入的期限一年以内的借款啊 这个借款的主要形式呢有 四个啊 有信贷限额周转信贷协定补偿性余额以及担保贷款 像主要方式呢它可考成多选 对吧也可以倒过来 告诉你没 就是信贷 假如来说银行对借款人规定的无担保贷款的最高额 它是属于哪一种短期借款的方式 你要知道它是信贷限额吧 就是倒过来来考你一个多选题 考一个单选题也是可以的 对吧 例如来说 嗯银行 就银行具有法定义务的承诺提供不超过某一最高限额的贷款协定 企业享有周啊 这个不告诉你周软信贷协定啊 通常就企业通常就贷款限额的未使用部分 付给银行一笔承诺费 它属于哪种短期借款的方式 你要知道它是周转信贷协定的啊 你就倒过来它考成单选的形式 那补偿性余额呢你要抠住 它是要求这个企业啊 要有一定的存款余额啊 这个百分比通常是10%至20%啊 好 下面呢是第二个点呢是借款利息的支付方法啊 这个借款利息呢也是短期借款的啊 借款利息支付方法有三个 收款法贴线法加息法在145页 你要清楚的是收款法呢 它的实际利率呢是等于名义利率的啊 看一下 收款法实际利率和名义利相等 缺陷法呢实际利率是大于名义利的 加息法呢是实际利率等于名义利的两倍啊 那么具体的含义 什么缺陷法呢 缺陷法是银行向这个企业发贷款的时候 先从本金中扣除利息 到期借款银行这偿还贷款全部本金的一种继续方法 就是给你发这个贷款的时候啊 我先给这个本金里面先把这个利息给扣除了 就先带给你扣除利息啊 这部分钱 到期呢你得还呢 全部本金啊 这一种继续方法 那明显的你这个实际利率可能要高于这个名义的啊 对加息法呢 就是给你发放贷款 要求你这个还这个贷款的时候啊 你要分期等额承贩啊 分期等额承贩 那么实际你才占用这个资金啊 整个资金你相对于才用这个贷款本金的一半啊 所以呢 你这个实际利率呢 就高于民意利率的一倍啊 比如说实际利率等于两倍的民意利率 这里面呢也给了一些小的 例子啊小例题 您可以看一下啊 这是借款利息的支付方法 通常他要如果要说考多选的话 你要清楚 如果来说下列呃 短期 利息的支付方法里面 民意利率小于实际利率的 是 而你要清楚能选择天线法和加息法吧 好 这是关于 短期筹支方式的特点 那么长期筹支它的特点和方式又是怎样的 关于长期筹支呢 这块里面你看它分类啊 就包括哪些啊 包括长期负债筹支 长期筹支包括长期负债筹支和长期股权筹支啊 这两块是大的块分为这两块 长期负债和长期股权 那么长期负债筹呢 它又分为长期借款 长期债券 以及融资注定可转贩债券筹啊 分为这四类 那这四类里面呢 长期借款筹支呢 和刚才咱们学习的短期负债筹支啊 它的特点 前三点啊 都是一样的吧 是吧 第四点不一样啊 你可以对比了解 长期借款筹支 它的限制性条件比较多啊 制约到借款的使用 这第四点不同的啊 和前面短期筹支的特点 短期筹支的特点啊 对比到这一项 那么对于长期债券筹支呢 咱们呢 就不作为一个重点啊 咱们就不再说了 这里面要说的就是融资注定这块啊 融资注定呢 在前面 咱们1060里面 设备的注定于购买方案的笔选 也接触的啊 那融资注定 它肯定是一种追用的时间比较长 这个设备呢 也是比较贵重的 对吧 我呢 是需要这个设备 我呢是让出租人啊 来替我买这个设备 然后呢我呢 来向出租人呢 来追用这个设备 追用的时间呢 很长啊 谁来提供这个维修保养的服务呢 你要注意一下 在咱们教材的147的第三点啊 在租资期内出租方通常不提供维修和保养的服务 要出租方不提供维修和保养啊 这维修保养由谁来负责呢 应该由陈住人啊 陈住人负责为负 那么融资注定它的主要目的啊 不是在于租资啊 主要在于融通资金 在第一点的双括号小一里面 因此啊第二行 因此融资注定主要目的在于融通资金 注意一下啊 有时候作为选项 那么第五点呢 说到 这个租资期买 你可以不租了 或者你给这个租资物呢 买买下来也可以呢 续租啊 第四点说到这个中途 融资注定租资期比较长 你需要签订合同吧 对吧 你不经双方的同意 你是不能随意的 所以我不租了 退出是不行的啊 好翻过来 咱们来看一下 还有一个小点 148页 148页的双括号 是啊 这是说的是融资注定的优点 租资费中的利息 手续费以及融资注定设备的择救啊 均可在税前支付 可以减轻所得税的负担 这里面有几项啊 利息 租资中的利息 手续费以及租资 融资注定设备的择救啊 均可在税前支付 紧急到下面一段 融资注定的出租人 不能将注定资产列为资产啊 列入资产负债表 与此相适应 也不能对注定资产中的固定资产提取择救 注意啊 出租人 他是 这个设备的 所有者 对吧 他是他买的设备啊 但是他却不能把这个租资产列入 他的资产负债表啊 不能对这个固定资产提择救 那么随来提择救啊 接着往下放 陈租人作为融资活动的债务人 应当采用于自有固定资产相一致的择救政策 既提租资产折救 陈租人其折救啊 好 就是关于这一块 紧接到第三点 融资租资的租金 这一块呢 在16年呢 是出了一个多选啊 他是包括了三部分 一个是承办 一个是利息 还有一个是手续费 你注意手续费呢 还有分了两块啊 一个是承办租资产业务的费用 还有一个是 向陈租人提供租资服务所赚起的利润啊 包括这两块 好 这个呢 就是咱们 关于筹制管理这块所学的内容啊 我们看一下 题目吧 看到14年的 融资租资的说法 问正确的是 融资租资的出租人应将租资资产 列入资产负债表 出租人不能列吧 对吧 这是错的啊 陈租人支付利息 陈租人支付 这个陈租人可以在税墙扣除吧 对吧 这个是可以的啊 他说不能也不对 陈租人应当采用 陈租人自有这个对的吧 是吧 陈租人可以不可以随时退出啊 租金包括哪些啊 刚才说的成本啊 利息吧 还有手续费是吧 手续费又包括了承办租资丁业务的费用 以及所专取的这个利润啊 哦 刚才还有一个那个 关于择救放弃现金折扣的一个题吧 是不是啊 我们就看一下17年的吧 看一下这个17年的去啊 就某私工企业啊 3-10啊 就10天内付款啊 你可以享受3%的折扣 对吧 30天 信用期是30天啊 就10天之后 30天以内付款的话 你是没有折扣的 这个N是no啊 你又不能获得折扣 这信用条件购入材料100万元 以至其也可以从3%的年利率 从银行取得流动资产借款啊 流动资金借款啊 那么能有这种折扣的 是多少天付款啊 10天之内付款吧 10天内付款啊 A就选择了A啊 还是考察的这个概念啊 好 这个是银行借款的啊 关于银 短期借款的这块的主要方式的啊 好 筹制管理呢 咱们就说这么多 我们就看到流动资产的财务管理啊 流动资产的财务管理呢 它 是属于啊 看一下考了好的几分啊 这个1516呢 都是两分啊 相对来说分子也是比较稳定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 讲了哪几块啊 翻到教材149页 流动资产财务管理 它分了 现金和有价证券对吧 应收账款 还有一个是存货吧 从这三个方面进行讲解的啊 首先我们就看到现金的财务管理 这里面的现金包括哪些 我们了解一下 2081这个黑体字下面的一行啊 现金是企业流动性最强的资产 包括库存现金各种形式的银行存款啊 银行本票银行汇票啊 包括这些 那么为什么要在保险柜里存有一定量的现金 考虑一下啊 自存现金的原因 我们看到黑体字现金管理的目标 需要满足哪些需要啊 三个方面交易性预防性以及投机性啊 我PPT里面是图的图的形式展现啊 交易性预防性以及投机性 交易性呢是让你买东西的时候啊 你要有钱对吧 预防性呢就如果有点事啊 我好用预防 投机性呢就短期的做事啊 那企业呢它面临呢是哪两种威胁呢 你存的这个现金啊 你在保险柜里放的现金多 太多的话你就不能投入啊 生产了吧 对吧 你不能投入生产 不能有更多的资金啊 来投入生产 那么你盈利能力就差了 对吧 如果你放的太少的话你现金不足 你有点事的话你当时拿不出来现金 不也不好吗 那么最好的是应该在这两者之间做一个权衡啊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战断 第二战断的最后一句话 企业现金管理的目标就是在要在资产的什么性和什么性之间做出抉择啊 流动性和盈利能力啊 流动性和盈利能力之间做出抉择 以获取最大的长期利益啊 那现金收支管理要做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有四个方面啊 地球现金流量同步 就你收入和支出啊 流入和流出的时间呢 最好呢是区域一致的啊 现金流量同步 第二个呢是使用现金浮游量 就企业开出了 假如企业开出支票了 那么你这个收票的人收到票据 并存入银行 这个银行呢 再把这个款项啊 划出你的这个企业的账户 这个中间呢 不是要需要一段的这个时间吗 那么在这段时间 这个活期以存款上账户的这笔资金呢 他就属于现金浮游量啊 就在这段时间里面 你开出支票了 严格的这个企业开出支票 严格意义上说 这笔钱就不属于这个企业了吧 对吧 但是呢 银行还没有把这个钱 划出这个企业的账户 等于这个钱还在你的账户上 趴着对吧 还在你的账户上趴着 那么这一段时间呢 你可以使用这笔资金啊 但是呢你要控制好时间 别透支了啊 好这是现金浮游量的 这个其实就是咱们支付宝 这块也是应用了比较多的啊 就你买东西之前 你首先你要在这个支付宝上 你要存有一定的钱对吧 你在淘宝上买东西 你首先要存一部分资金啊 然后你买自你买之后 你这个钱等于才转到这个商家里面了 对吧 看到这个加速收款啊 第三点是加速收款 第四个呢是推辞应付款的支付 就你早点把这个款呢给收回来 晚点呢应付款啊 当然是在不影响你自己的这个信誉的前提下啊 好看到第三点是最佳现金持有量 你持有呃 怎样以多少现金才是最佳的呢 这就考察到他的一个持有现金的一个成本 有一个成本分析模式啊 有哪三种成本啊 机会管理短缺啊 书上画下来啊 机会管理短缺这三种成本 那么每种成本他又有什么特点啊 也能出生多些啊 那机会成本 是作为企业的一项资金占用 是有代价的 这种代价就要机会成本 就是你把这个资金啊 你用到这儿 你就不用用不能用其他的地儿了 对吧 你要你存银行 你不行了 你也不能投资 做其他方面投资了 对吧 因为你把这个资金占用了啊 你就不能干其他的了 就机会成本啊 上市了机会成本 第二个是管理成本 管理成本是 你这个出纳要管理这笔资金对吧 还是管理成本 他一般啊 他是一种固定成本啊 你看 与现金持有量之间 无明显的比例关系啊 这一块是主要 喜欢出在这个选项里面的 管理成本如果说他说 和你持有量成真比例关系 就错了吧 与现金持有量是没有明显的比例关系啊 短缺成本 短缺成本呢 有什么特点呢 就现金的短缺成本是随现金持有量的增加而下降 随现金持有量减少而上升的啊 他是有比例关系的 看到怎么来是选择最佳的现金持有量呢 就这三个成本机会管理短缺这三个成本之和最小的现金持有量 就是最佳的现金持有量 那具体的咱们看到下面的题目啊 考试呢 和这个题呢 基本上是一致的 除了改了改数啊 这有三个方案 ABC三个方案啊 持有的现金量呢 表格总呢 也给了 机会管理短缺三种成本呢 也都告诉你了 那么根据咱们刚才所说的三种成本之和最小的现金持有量 就最佳现金持有量 你要选哪个现金持有量 你要看他的三项成本之和对不对 那你先把A方案的三项成本之和来算出来 然后再把B方案的三项成本之和算出来 然后再把C方案的三项成本之和算出来 那么总成本最小的他所持有的现金就是最佳的现金持有量 哪一个总成本最小呢 是不是B的呀 29500 是最小的对吧 那B方案 他所持有的现金是7万 就7万啊 好 那么这个思路你要清楚啊 就三项成本之和最小的现金持有量 就是最佳的现金持有量 有时候考试呢 他让你选哪个方案 给你4个方案ABCD4个方案 让你选择 有时候呢 让你选择 次有量啊 你要对应起来 思路都是三项成本最小的啊 三个成本最小的 总成本最小 好 下面呢 说到应收账款的财务管理 您收账款的财务管理呢 他的考点比较少啊 我们来看一下黑体制二信用政策的确定 信用政策的确定呢 他包括三个方面啊 信用期间信用标准啊 现金折扣啊 政策 我们看把这PP翻到这啊 信用期间 也就是说咱们刚才 你不是有一个 10-30 有一个是 10-啊 2%是吧 10天内付款 2-10 2-30吧 是吧 前面有一个这个啊 信用期间 就这个30吧 就信用期间 信用标准呢 是下面的啊 5C系统 你看品质能力 资本条件和抵押 他们的英文字母 第一个字母都是C吧 是吧 就5C系统啊 品质能力 资本条件抵押 啊 那信用折扣政策 就给一点折扣 希望他能早点还钱啊 信用折扣政策 现金折扣政策 这里面呢就是你10天内付款啊 你能获得2%的折扣 就现金折扣政策啊 你30天之内10天之后付款呢 你就想受不了这个折扣政策 这个折扣政策就是弄了啊 好看到成货的财务管理这块 存折承扣的财务管理呢 他的目标是什么 看到第一自然断的最后一句话 进行存折管理要尽力的在什么什么之间做出权衡啊 存折成本和存折效益之间啊做出权衡 达到两者的最佳结合 这是存折管理的目标 通常这一块呢可以楼在选项里面啊 好看到储存成本的有关成本啊 他有些哪些成本 储存储备存货的有关成本 有取得成本 就是你把这个货物啊 物品给买回来 取得成本啊 储存成本就在你放在库房里 就有个储存成本啊 然后库房里不够用就有一个缺货成本啊 这三个存货的总成本就有这三个啊 取得储存和缺货啊 那存货他的决策 你怎么来进行选择啊 存货总成本最低 这个进货批量啊 就称为经济批量 或者是经济订货批量 看到黑体字三啊 存货决策里面 存货决策里面啊 第二三段 按照存货管理的目的 需要通过合理的进货批量和进货时间 是存货的总成本最低 这个批量就经济订货量 或经济批量 那么对应的经济 订货量 它的一个公式啊 看到 k5星等于根号下2kd 比上k2 这两个k分别代表了什么 要清楚 分子上的一个k 代表的是每次订货的变动成本啊 分母上的k2 代表的是单位储存成本 那么d呢就是存货的年需要量啊 这经济采购量 也叫经济订货量 它的一个计算 我们看到例题 考骑呢和这个通常呢是差不多的啊 通常告诉你几个量 然后其中一个量不告诉你 让你算啊 就是用这个公式进行套用 看到提出来这个施工企业啊 生产这个a材料 年度总 采购总量呢是1000 吨 等于是 d是不是就知道了呀 好材料单价呢为5000元每吨 材料单价用到了吗咱们公式啊 没有 是吧它就是一个干扰项啊 一次订货成本是2000 分子上的k 一次订货成本知道了吧 每吨材料的年平均储存成本 分母上k2也知道了吧 好根号下2kd比上k2 你算出来结果就得到经济采购批量 考察呢就是给这个公式啊 给这个例题 是一致的啊 也就换了换数 你看假如来说人家题目中告诉你的经济 订货量 也告诉你的单位储存成本啊 也告诉你的每次订货的变动成本 就不告诉你存货的年需求量 你套用公式也能算出来吧 是吧 好 这是关于 经济采购批量的一个计算啊 第四点呢是存货管理的ABC分析法 这个在咱们管理教材呢 也有啊 也有啊 也有这块ABC分析法 对于这两个呢 他有 对这个他有啊 两个指标啊 两个标准 一个是金额 一个是数量 对于A类存货来说 它是种类 少 占用资金多啊 你不是一个是数额 一个是金额吗 一个数量一个金额 那么A存货呢 总类少 占用了资金多啊 C类存货呢 是种类多 但是资金呢 少 那么B类存货呢 应该是 介于A和C之间啊 应该是灵活 比较灵活的啊 C类存货是凭经验确定的是吧 C类存货凭经验确定 B类存货是灵活措施吧 B类存货是灵活措施啊 你记住A类存货应该是严格控制 你关键词话一下啊 好 这是关于存货管理的ABC分析法啊 我们来看看题 关于企业存货管理正确的是 存货管理的目标是最大限度的降低存货成本 它的目标是怎么样 存货成本与效益之间做出抉择吧 达到两者之间最佳结合啊 这应该是B选项吧 是吧 正确的呀 C呢是财务部门存货管理的职责 财务部门存货管理 它的职责是干什么呀 决定进货的时间以及进货批量啊 就在咱们教材的153亿啊 存货决策第一站段里面 根据存货管理ABC分析法 应对C类存货实行严格控制 A类存货严格控制吧 对吧 C类是拼经验 B类是灵活啊 17年呢就考了经济采购批量 根换下2KD比方K2 看里面还有一个材料单价的一个干扰项 和例题是不是基本上一致呀 就改了改数啊 就改了改数 这ABC分析法严格控制的A类吧 哪个占用资金比较多呀 数量少啊 占用资金多 钢金吧 好 这个是咱们第二章的一个内容啊 咱们都说完了 你不知道 那我记得了